大家好,我是杨洁,来自博士瑞加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。 为了持续减轻个人所得税纳税人,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, 8月底,财政部税务总局延续了多项所得税优惠政策。 其中,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政策, 即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,符合规定的不并入当年综合所的单独计算纳税。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,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的计算纳税。 该政策延续至2027年12月31日。 同时,延续实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的汇算清缴有关政策, 即2024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。 居民个人的年度综合所的收入不超过12万元, 或者年度汇算清缴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, 居民个人可免于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的汇算清缴。 需要注意的是,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时, 为依法预扣预缴税款的情形除外。 8月31日, 国务院决定提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。 其中, 三岁以下, 婴幼儿照护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, 由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,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, 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。 该扣除标准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, 这将进一步减轻家庭养育和赡养老人的支付负担。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国内的税收政策, 请随时联系我们, 并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。 谢谢。